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句心里话 生命中的每一次相分 绝非忽然 到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和大家相识了 因此 我也借这次机会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多过学习传组文化 豁油各家美满 事业各家成功 人生各家幸福 那么 我呢 我叫张选 工厂商选择的学 我也是出社在山西大拓的一个 很贫穷的一个工人家庭 那么90年到了北京 刚才那个坐在那里 那就是我太太 刚才那个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是90年到了北京 一直那个 现在在北京已经有20多年了 那么那个 他那个我太太比 我说的好 我说的不好 那个 我那也是没有多高的文化 就是我上学 连出山也没有毕业 那个 肯定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 有说的不到的地方 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 也恳请大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我是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你去创业也好 或者是你工作也好 起第一个目的 你就是为了赚钱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式去 用什么方式赚钱 怎么样才能赚到钱 财富的约缺在哪里 怎么样让财富 远远不断来到我们身边 其实我告诉大家 如果我真的能做到今天的结果 我相信最弱的 我说每个人都能做到 为什么呢 我跟他们说 我说仍仍都拥有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 也具备成为亿万富翁的能力 就是你要相信 每个人都能 那你既然说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亿万富翁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也知道 仍仍都希望拥有不凡的人 是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 可是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成功者少 十倍者多 这是为了什么 我呢 在没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其实我也不明白这些道理 我呢也就是 一天也就是 干工作也好 做生意也好 就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去做 就没去 没去考虑这些事情 也没有去研究这些事情 当我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也就不断地 往回看我的 一路也四十多年了 一路走过的人生 走过的所有 走过的路 也就不断地去找 其实2500多年前 这的我们老祖宙 也就告诉给我们了 那么我也这个大 就四十五街里边的大学里边 走到了那么一段话 我觉得 就是每个人都在小 小车工 小悠悠财富 我觉得那边 那段 那段话 已经把它全 说得明明白白的 就是说 财富的源泉在哪里 怎么样 财富源泉不断来到我们身边 其实明白的 如果一看了那个图的话 其实已经真的 已经都了解了 都了解了 这个 那么我也给大家 就把这个图解释一下 说是有大学里边 这是大学里边的约话 说有德 持有人 有人 持有土 有土 持有财 有财 持有用 下面那句话 那是我写的 我说是 你怎么样去使用财富 就要决定你的明天 跟未来 那么我也就把这个图 解释一下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晰一点 我就 自己就 画了那么一个图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 一个很有德性的人 做人 人品很好 做人好到位的话 那么一定会有 很多的人 去跟随你 那么你有德性 有很多的人 愿意追随你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 很多的机会 那个图 就是代表机会 代表市场 那么你有很多人 追随你 你有很多机会 又有很大的市场 那么你就会 创造很多的财富 创造了财富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怎么去 使用财富 使用财富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那边不是也 也写了 我说是 如果 有些时候真的 包括我在那过去也是 挣了钱以后就 得意忘形 因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和骄傲 看不起别人 那么那边就写着说是 如果你挣了钱以后 你是吃喝飘赌 娇奢有益 你去 挣了钱了 物质富足 但是心里很空虚 你去追求那些 最原始的 最低级的那些刺激 追求那些东西的话 那么我那话 我就说你就会 调结万召深渊 接下来 我一会儿给大家解释 真的是会调结万召深渊 这我身边有 很多很多的例子 为什么说是 为什么说是 现在说是 过去说付不过三代 现在和真的不是说付不过三代 就是连一代都付不过 是付不过几年 我们大家想一想 这是过去那个 资了钱的以后的 包括什么 那个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真的有很多人都已经 不是什么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企业倒闭 加贴破产 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说 如果你要跟那样 选择的话 肯定就会 做的 六九万召深渊 那么挣了钱去做什么呢 挣了钱以后 其实就是 你那个 去帮助别人 服务社会 去卸爱心 去做购卸 那就很 那就符合 符合我们 扯老师上午说的 符合道 符合自然规律 那你就是 你帮助别人 你去服务社会 你就在舍吗 那么舍 我们知道 其实智慧说的智慧 就是舍得舍得 说小舍小得 不舍不得 大舍大得 你舍就能得 那么舍 你就得了 得到什么了 得到你 你就增加了得泄了 你这得泄就增大了 当你舍了 你得了 得到得泄了 那你这个得泄 加大了以后的话 你得泄 加大了 你这个缺化大了 那你就 跟随着你人就更多了 扯老师说赶招 不 不管是赶招 比赶招更深一个 城市就是吸引 你就 你得 你得大了 你人费和好 那你就吸引的人更多了 你吸引的人多的话 那你就 那你的机会就更多 更多了 那你创造的财富就更多了 你要是 把创造的财富 再用这这方面 你再舍 那你就得 如果跟这样的话 那么你就会进入一个 进入一个良性的 学环圈 圈里边 你就进入一个良性的 学环圈 再转 如果你吃喝 飘度 交涉 有意 那你就没有得 那你就转不过来 那你就掉进了万丈深渊 我觉得那个 这个大学这句话 说的非常非常重要 大学 九哥这句话 后面还有什么 说德则薄也 才则莫也 其实扯老师 少吴都把这个话说了 为什么 什么是德则薄也 德就是根本 德就是种子 财则莫也 那你有德 那你才能创造出财富 你如果没有德 你就 因为你没做那个种子嘛 那你怎么会接触果实呢 那个财富就是 财富是我们的果实 那不是根本 有 做下种子 你才能接触果实 说是 有德便是财 一个是 这个财可以 一个分财富的财 一个分人才的财 有德便是财 那么你有了德了 那你财富也有了 你也并且是人财 那么有财无德便是货 如果你又有了财富 你没有德 那叫德不配位 那一定会有 遭灾祸的 曹老师稍微要解释了 那么你就说财富 你就说一个和有财能的人 他如果没有德性 也会制造灾难 所以说一个人的德性 一定是跟他的财富相匹配的 一个人的德性 跟财富相匹配 你有多大的德性 你就会拥有多大的财富 我介绍跟他们说 我说一个人的 一个人位在的财富 也就是说你物质财富 你永远大不过你心里的财富 你的心里的财富有多大 你心里的资产有多大 那你位在的财富 不要说就会有多大 因为你拥有财富的种子 那么德呢 其实那个 上午那个开场的时候 就有那么句话 那个九州里就说 说道德的阳光 道德的光芒 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 说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说我们每一个企业家 他身体里面 又给留他的道德的血液 其实这个道德 道就是一个根本 那么道他又分那个 这个德呢 又分那个八德 孝 替 中性 礼仪 廉耻 后面什么含有 仍爱 和平 那么我就 今天跟大家就跟 其实如果把这个图要是 要是真的要是把它的 分享好的话 可能也得好几天 那么我今天也是一个 抛砖有欲 和大家就 那个把这个图就 就是因为世界的关系 也不能说的太详细 那大家就分享一下 我估计如果这三天的论坛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们这座的梅味 真的能知道 陈福的源泉在哪里 也并且能明白 怎么让陈福远远不断来到你的身边 说究之爱才 取之有道 它确实是 确实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这个孝 那么我过去对这个孝理解的 真的也不是很深刻 自从学习了传统文化 北孝篇里面也说了 说是北善孝为先 说是一个孝字全家安 诸事不朔 英不孝 整只孝能感动地和天 福禄皆由孝字得 可见我们每个人扯过不扯过 就是一位孝 你能不能扯过一位孝 你拥有不拥有财富 也是一位孝 你能不能人生 能不能生活得很幸福 也是一位孝 其实我们也知道 就是那个 咱们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 他就是那个 有一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就问他 说你说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最不能等 其实那个记者 完了就真的 他没有想到 比尔盖茨的回答是 是说不是什么商机 也不是什么机会 他怎么说的 他说是 世界上出两件事情不能等 一件事情就是行孝 就是孝结父母 孝结周见长辈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做好事 做善事 可见一个世界首富 他也是做做这个原则 他拥有了今天这样的财富 所以这个孝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那个 说是孝孝一开 北会结开 其实你孝孝一开的时候 你智慧之孝就开了 你智慧之孝一开 你财富的大门也打开了 那你成国的大门也就打开了 这是一个 那个 德的第一 第一德就是孝 我过去没有概念 后来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过去对父母孝也是什么 就是给父母钱 给父母吃穿 就这些都 过养这些东西 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才是明白了 那不是那个 罗语里边就说了一句话吗 怎么说呢 说是精知孝子 世未能养 至于全马 皆能有养 不救 何以别呼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 你如果不是很关心父母 不是很捉戒父母 只是给父母吃个穿 那个牛羹马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是牛羹马 不一样有人养吗 这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 说是 孝分四个车次 第一个车次就是 小孝 孝其声 就算你给吃个穿 也只是对父母最小的孝 第二孝呢 就是 第二孝呢 就是孝父母 之心 就是中孝 孝父母之心 我呢 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发现这样就不对 开始一开始就是 几乎天天给父母 通电话 就是关心父母 关心父母就是 每天就 几乎天天通电话 后来完了 就是也 在北京又 那后来就买了大房 然后把父母也接在了北京 我记得接在北京 第一天就是 我给父母就 给我父亲 洗了一个枣 就是那个 那个 在我们那个新房 就是那个 那个枣盆特别大 我跟我父亲一起 就洗了一个枣 其实洗一枣 那时候一开始没有什么感觉 当洗的 当洗完了 这个洗的过程当中 真的有感觉 不是光给父母洗 给父亲洗澡 这是跟父母 也是一个 修理上面的勾托 修理上面的勾托 那个没洗澡以前 没感觉 其实有时候 为啥说这个 为啥说这个 传统文化 不是说 就是一定要做 当你做了以后 真的有体验 有感受 你就得到了 就有收获 在洗手的过程当中 真的发现 跟父亲那份 那份周扯呀 那份 就发自内修的给洗 那份周扯呀 那份修理修理 构托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洗完走 那天开始 我对父亲的态度 完全变了 过去是什么样的 我父亲是那个 我父亲性格非常 非常爆 我要是跟说话什么 那都是 一般情况下 何时跟你正常说话 就是 对着情绪 就态度合不好 跟说话 那么我呢 也是 我因为没学习 传统文化 也是说的话 都是带着情绪 带着态度去跟说 后来 学习传统文化 通过这个洗澡 我也真的明白了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是对我父亲 特别恭敬 就是说话 从来不敢大声说 就是 不管我父亲 怎么生气 怎么跟我有情绪 我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很 很温和的 很亲的跟父亲 去说话 去交谈 从那一天开始 我发现我父亲 也根本是慢慢 就转变了 我父亲现在 也很好多了 过去 过去不行 是一个非常不好 我也让父亲 就也参加过 就这个 就论坛 当时我记得那时候 那时候我让父亲 参加 我父亲 怎么也不去 说是我七十多岁人了 我什么不知道 我还要去学习 不去 我呢也怕他不去 我还配了好多人 就陪着他去 去完以后 结果参加完这个 参加完这个活动以后呢 参加完这个活动以后 回了 我听说是在台上 就不下台 就是感受特别深 完了就和大家 就分享说 这几天当中的感受 回了以后 跟我说呢 这个活动 可真参加好了 我过去 过去那个不明白 后来参加完这个活动 才知道 真的对自己 彻底的了解 彻底的认识了 我父亲也跟我说 过去真的 虽然活了七十多岁了 真的不了解自己 不认识自己 说是当一个人 不了解自己 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在一个 无形的监狱里面坐着 永远走 永远走不出去 当一个人不了解自己 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人 最可怜的时候 最没有力量的时候 多过呢 学习 也认识了很多 后来我这才发现 发现这个校教父母 有多么重要 那么那个 就是在这之前呢 也有好多朋友 也跟我聊起来了 说是 哎呀 这父母 因为我们也四十多岁了 有好多 好多父母 已经 已经离开人世了 已经不在了 有好多 朋友就说是 父母在的时候 才知道真的 当父母走了 才知道父母 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父母的爱 对我们是多么的深 说是悠悠的时候 不去做事 失去了才知道 这些晚了 留给我 说是为啥 说真的 我们如果真有父母的话 就是赶紧去校教父母 他们都跟我说 哎呀 晚了 真的晚了 才知道自己心里下 欠下了悠久的责务 永远还不清 小校教就没了 也说说 家有一老 盛世一宝 其实 其实我们父母在家里 这是就是一宝 父母和不光是自己的父母 还有岳父岳母 其实每个人都是双处父母 最基本的就是双处父 那么那个 不光是要校教父母 说是弟子规也说了 说是修地墓 那个校在桌 意思是修道有地道沟 修地墓校在桌 你不光是校教父母 一定是还让 还得让是修地姐妹 也得对父母 也得要对父母 要校教 不能惹父母生气 那么我记得 那个 我呢 可就是自己能做到 没问题 但是我有个修地呢 他是对父母这一块 他也是很孝敬 但是就是老惹父母生气 老惹父母生气 他干嘛 他一开始小的时候 不走正路 就是也是 就是社会上面瞎祸 社会上面祸呢 那是经常就要出事 一出事就 就要花钱 去解决这些事情 解决这些事情 那么我一看呢 他对父母老是 也不省心 我就把他带到北京 结果带北 带到北京呢 他待一段时间 然后又跑回去了 待一段时间又跑回去了 跑回去了惹这事 花钱给他解决完了 他又跑回去了 我一看这不对 我说一定要把他 小姐一切办法 让他就在北京 给我做生意 绝对不能再走微大了 结果那个 完了我就开始就 跟他勾托 让他去做 他一开始 也不是很愿意 后来 好不容易缩托了 完了就也出去 去跑业务 去做什么 但是终于 他跑成一个业务 把一个合同切了 切了以后呢 我一看这个合同 我说这个 可就是 赚不了钱 可就是赔钱 我一想 我说为了他 我不能 我不能这样做 我一定要 就是赔钱 我要把这个 我不能打击他信心 他好不容易去 把生意做成了 你要是不做 一下把他信心 就打击下去了 我说这个不行 我还得必须 我继续做下去 结果做完 我没想到赔了多少钱 一开始 没想到赔那么多 后来结果赔了 交接一百万块钱 赔了一百万块钱呢 其实 一开始还挺生气 后来发现 这一百万块钱赔值了 怎么赔值了 我后来想 如果当时挣了钱 他会真的 可能是沾沾自喜的 可能得意忘却 可能对他的没有好处 如果赔的少了 他可能还对他没有影响 这是这一百万块钱赔的 对他有了影响了 他一下赔的后怕了 一开始给我赔了这么多钱 让他 从那一开始 让他下跌决心 就是不敢再走为道了 一定要想办法 给把这个钱赠回来 就把他给挽救了 那么结果完了 最后这一百万块钱 起了作用了 完了他呀 后来一直在北京做生意 包括现在在北京 也买的房子 买的车子 做的也非常好 包括我也又给我 那些兄弟姐妹们 给美房子 在北京都给他们找了工作 给他们买了房子 让父母 让父母不生气 让父母省心 也不为他们 每一个人去担心 这是一个 这个也让他们就 也都学习了传统文化 也懂得了 去怎么做人 怎么去帮助别人 那么这是 秀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刚才也说的 也就是 踢这个意思 秀踢中性 这个别的 因为时间关系 也不能多说 我再跟大家 把这个成性说一说 其实 我觉得我今天 能有 若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跟这个成性 是非常有 有关系的 我说这个 你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幸福 能不能拥有财富 这个 秀教父母呀 这个成性呀 这绝对是一个 它是一个绝对的因素 剩下你再去做别的 那都是重要因素 这一定是种子 如果不种下这个种子 那你再去做别的 可能你也不会得到结果 为什么呢 有了佐治以后 你去施肥 你去浇水 那就可能能找出果实了 就是没 你不去施肥 不去浇水 它有佐治也能找出果实 如果你没 没做下这个佐治 不管风挑雨 说阳光有多么好 那你怎么施施肥 怎么浇水 它不会接受果实的 所以我对这个成性 也可以看得非常重要 我就说这个 我老经常跟我 那个下面那些人说 跟我那些高车说 我说今天的成性 就是明天的视察 是后天的利落 是未来的财富 是永久的价值 一定要把这个把握好 我说一个人 一个人也好 你不管做人也好 做企业也好 你什么都可以失去 财富也可以失去 什么工作都可以失去 但是秀幼 成性绝对不能失去 我跟他说 我说我把成性 看得比我生命都重要 我说任何失去生命 我也不能把成性 失去 我跟他们说 我说就是你真的 给我一个亿 我也换不住 换不住我的成性 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就是举一个例子 那个 我是因为讲成性 在03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做的主业 就是销售媒权 就是因为讲成性 结果完了 不但没照 没照照钱 赔了260多万 如果我要不讲成性 我能 当时我能赚50万块钱 但是我为了讲成性 我就赔了260万 钱 钱虽然赔了 但是买了五血的东西 不知道值多少钱 后来就是 这是因为我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做完了 完了 有来了好多客户 很多客户 很多就是吵架 就给我做生意 陈老师不是刚才 陈老师上 我说是改造吗 我说是吸引 就是因为你讲 你做了这件事情了 吸引了好多客户 就跟你做生意 你赚的 不仅仅是200多万块钱 可能赚了好几千万 为啥我一开始说 今天的成性 就是明天的市场 是后天的利落 是未来的财富 是永久的价值 它是绝对有道理 那么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成性 其实成性 就是世界观 方法乐 大成性 就是大字 当今社会 最大的学问 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按客观规律办事 办事的最大学问 其实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 按道办事 那么按自然规律办企业的最大学问 是什么 就是你替别人提供了帮助 别人一定会替你提供帮助 你替别人提供了收益 别人一定会替你提供收益 这就是没有管理的管理 没有策划的策划 真的作为一个做企业的 如果做到了这一步 真的你做的 发现你做的很省心 其实我呢 其实那个 我要是说这个学习传统文化 我比较学的还早一点 我还不是留八年学 我要早一点 但是留八年彻底让我明白了什么 这留五年的时候 我就接触了这个传统文化 但是不是学的这么深 我没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的游业额一年做两千多万 但是我学习完传统文化 跟留五年 我到留八年的时候 我就能做四个亿 没学习传统文化之前呢 其实就做生意 也是都是一开始 为什么就能做多了 一开始就是不为客户着想 就为自己着想 就为自己想 后来学习传统文化明白了 你如果不为别人着想 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 其实为你着想的最少 当你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交叠这位 全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其实为你着想的最多 当你让身边人 所有人满意的时候 那么我自己的满意 是最大的满意 过去不是 过去就是不让别人满意 就让自己满意 其实后来发现 你不让周围人 不让身边人满意 只让自己满意 那么那个满意 一定是暂时的 一定是暂时的 就好像承老师说 上午那个 就那个花没有根 就是几天的事情 一定是这样 为什么说说 一个人的扯锅 一定是坐人的扯锅 他坐人很到位 他人品很好 虽然没有扯锅 但是一定是暂时的 但是一定是暂时的 如果一个人做人不到位 做人不扯锅 他人品不好 他虽然扯锅了 虽然挣了钱了 但是也是暂时的 不会长久的 那么我做生意就是 我就是 我真的 我是不会 不会那个 一直以来 我就是这个合理的钱 我不会多赚钱 我觉得能多 就是看到他 他为好不多的 能多赚到钱 我都不赚 就是我记得 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 是 我有一个朋友 给我介绍了一个 一笔生意 这笔生意其实也不大 一年就是28万块钱 28万块钱 那介绍完了 去了 去了 我也去了 去了 就是明年 你也就来28万去做 我一看什么情况 我说你 我自己想 我说连20万 估计都用不了 我就跟他说呢 我说你要把这个价格 我说肯定给你 抽不出28万 我因为心里头 没有多大的事 我说能 我说到时候 给多少钱 多少钱 但是肯定抽不出28万 但是我 我给做完了 我本期一个花了17万 我就跟他实打实说 我说我做个花了17万 你看给我多少利润 你就给我多少利润 完了最后他给了我5万块钱 我给他 他舍了多少钱 舍了6万块钱 就这个生意一直做到现在 十几年了还在做 还在做 其实每个人都 就是你跟哪一个客户打交道 他每个人都很明白 如果你如果是你当时说的 他 他不明白 糊涂的话 你要说是 你你要是撇了他 或者是你为赚取了高的利润 他他明年就知道了 他后年就知道了 他一定会知道 所以说你就是为别人着想 你让别人满意 他最后一定好多人都让你满意 后来我看了那个 就是韩国那个电视剧《三道》 那个何德鲁就跟林少卧就说了 说是做生意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赚取经济 说做生意是为了赚取人心 他说做生意也不是为了获取利润 做生意是为了获取人心 当你赚取了人心 获取了人心的时候 那你那个钱 你不要去去赚去 他自然而然就来了 真的真的非常受启发 就是我为什么 其实有些时候说是那个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做什么事真的都是有原因的 包括你今天能不能成功 有没有有财富 能不能幸福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承讯 其实我跟大家也真的去 为什么我会去这样讲承讯 其实听了 我一开始 其实我父亲不让我做生意 让我一定是让我工作 他很反对我自己创业 自己做事 但是我呢 跟我父亲意见一直不统一 我就是要去做生意 但是我父亲就说 你要是做生意 那么我给你 我讲一个故事 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住 你去做 一定没问题 我父亲给我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我父亲就是说 怎么说的 说是在过去有一个富翁 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跟他儿子说 告诉他一个儿子 能不能成为父卧的秘诀 其实这个父卧说很简单 就告诉他儿子 就是四个字 写了个字是什么 就是承讯 说给他儿子 你一定要讲承讯 完了他这个儿子 完了问他父亲 他说什么是承讯 他父亲就跟他儿子说了 说是当你哥人切掉了一份核桃 当你把那个字切了以后 这切完字那一刻 你突然发现了 这笔收益 这个核桃如果执行完的话 能让你切假到产 但是你也要把这个 要把这个核桃执行下去 那儿子又问他 那是后两个字是什么 他那个父亲就跟他说了 说是那个后两个字就是智慧 他儿子问他父亲说是 那什么是智慧 他父亲就跟他儿子说 智慧就是 你如果有智慧 你就当初不要给切这块核桃 说什么意思呢 是你 你在切核桃之前 一定用你的智慧把它审核好 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失误了 你要把这块核桃切了 你要直写下去 其实我我作为今天 我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当初我赔二百六十万块钱的时候 每一次做生意 要放弃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父亲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就一直支持到了我今天 但是我这种事实证明 这四个字作为一个做生意人来说 非常重要 这绝对是一个扯过的秘诀 你去做去 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我刚才说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其实我今天走到今天 一个是父亲这个故事对我有影响 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故事 我也今天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我母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因为我过去 因为我过去这个从小也是 不买大家说 我这上初作之前 这初作就是我上学之前 我从小学到初作 一直就是打架大王 那个就天天打架 但是我不会让我父母知道 一天不打两架 就自己明天就好像就坐不住 就是那样 老师就给起的打架大王 学学校就是打架大王 天天打架 我父母亲说你还能做生意 你根本不能做生意 你这要争强后设的 你出去不是你打别人 你打架别人也会打你 他就担心 为啥我父亲让我工作 我母亲也是这个意思 不让我做生意 后来也是拗不过 我非要做生意 最后我母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讲了这个故事也是影响到我接天 其实主题意思就是说是 就这说是两句话 就说是 消互借招不是有家 过头合作才是高手 这是总结这个故事的两句话 但是这个故事是什么说的 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就是现在也存在 就是安徽同城 有一个六十号 可能在座的可能有 有的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两户人家 就是西面一家 是东面一家 有一天下雨呢 他都说 两户人家呢 他坐着有一道桥嘛 下雨呢 把这个桥就梦塌了 梦塌了以后呢 梦塌了以后呢 东面那户人家就把这个桥就 就是往那个 多往西面那儿垒了三尺 就是多站了西面那一家 一户人家三尺了 这边西面那户人家就不绕了 一直走走走 结果走了 就是东面这户人家 在当地可能也有挺有实力的 走了走去 那个东面也不理着 西面那户人家 也没有办法 然后就多站了三尺 完了结果这个西面这户人家 一小自己在那个 在京城 有一个做官的 做官做的挺大 完了就给那个做官的 就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 那个做官的 还是一个宰相 写了一封信 完了过了几天 这个宰相就把这个信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完了西面这户人家 就不再去找 那个东面那户人家 不找这东面那户人家了 这个东面这户人家 觉得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来走了 他觉得挺纳闷 完了他反过来又去走 西面这个人家了 你怎么不走 完了什么意思 完了后来西面那个人家 完了就把那个封信 把那封信偷出来 让那个 让东面那户人家看 东面那户人家看完以后 非常的惭愧 完了最后 最后又那堵桥没动 最后又在 他的 他这板 跟那个桌角的墙 往东移了三尺 又查了一堵墙 桌角扩出了六尺 所以叫六尺号 现在安徽图成的六尺号 现在还在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封信怎么说的 为什么会想说 他就一下就有了变化 说是你说当枕像 就是当枕像 枕像就是说 为啥说枕像 那个肚里能扯传呢 他这个枕像 这封信给了 写回四句话 这四句话怎么说的 说是 切里搜兴 只未巧 绕他三尺 又何妨 万里长此惹憨罪 不见当年情死活 就是说 你争来争去 你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受了感动了 他这事情就做了 所以说我们一个人 争的 一个人你不教悠有任何东西 只不过跟他战士在一起 人生没有所有权 只有使用权 为什么陈老师也说了 你看你房子是你的 车子是你的 你如果今天把握不好 明天全变成别人 你不所有他 你只不过战士跟他在一起 想所有 想永久的游游 看你今天在做什么 那么我信念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 挣钱去怎么用 怎么成为亿万富 其实你就是 不是说一个人挣了钱以后 才是去帮助别人 去服务社会 去付出 才去做好事 一定是这个人 他一定是先做好事 先去帮助别人 先去付出去 他才拥有了后来的结果 就是你的先做主子嘛 不可能说是我就求果实 就直接求果实 不可能的 你一定是先做主子 我也就和大家就 这就分享这个 包括资和漂赌这一块 我今天也不和大家说了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王主也说了 其实这个资和漂赌 这个追求这些那个 最低级 最原始的刺激 真的会掉进万兆收约的 你包括他 都会感觉到不幸福的 这一块我就不和大家就分享了 我就是最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怎么去又浅 其实 我呢 那个 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因为我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好多人都说是 都那个知道我了 去说老超去做些慈善事业 去帮助别人 都是这样的 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 我又一个朋友 有一个朋友 他是那个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主人 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打了个电话 说是我们11月16号 要搞一个慈善晚会 要搞个慈善活动 说让我给捐点款 那么我说 我就问他 我说捐吧 我说捐多少钱 他说捐个三万五万都行 我说行 我给你开个五万块钱支票 那么你就配个人 配个司机过来拿走就行了 他后来跟我说 你不行 说一定让你过来 哎呀我说我都挺忙的 尤其最近 就是何老师参加这个活动 参加这个 那个传统文化录 他学过各地跑 确实挺忙的 他说不行 你一定要过来 说是你过来 不光是你过来 你就是多带几个朋友 或者带几个员工过来 那个 非让我过去 他后来跟我说呢 我说我过去没什么用 他说不是不是 你一定要过来 过来干嘛呢 说你过来 一定跟大家去分享分享 说是分享 因为我们知道 你说做好事不是跟人说的 咱们也不 就从来没想过去跟人去 去说这些事 他说不是 这个是这样的 你做好事 你就是为了谢爱心 对不对 我说是呀 他说你谢爱心 谢爱心是一个方面 那你把这个谢爱心 你做好事 去跟别人分享的话 那你就去 那你就是在 引发 够多的人去谢爱心 你去启发 引导 够多的人去谢爱心 那你就得以把 把你的爱心就扩大了 那么我小了小 他说的也有道理 那么我那天晚上就去了 那天晚上去了 我就也带了 也带了很多人 带了很多人 包括我带了也 好多员工 他们也陆时就跟我说 说是那个 我们也不捐款 我们去干嘛呢 我也跟他说 我说其实去了 也不是让你们捐款 这是我发生那些 我说不是让你们去捐款 说是这个狗慈善晚会 狗慈善活动了 你不捐款 你对去了 你去了 你也是在做好事 你在支持这个活动 也不是让你捐款 你没钱 我扑个人场 也非常好 他们就去了 去了 其实我还跟什么说呢 我说其实做好事吧 他不是说都有钱 有钱没钱 没有关系 可能你说一句话 这个人就提升了 觉悟了 对不对 就是 又做那事变成好事 那你就得做好事 我说非得拿钱去做好事 我说是那个 我说你们 现在一个月 这两三千块钱了 这么多钱 我说我跟你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 咱我也不说 为了好说 咱就举一百块钱的例子 我说就举一百块钱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 一个月 一个月工资 我不多挣 我就挣一百块钱 对吧 如果你挣一百块钱 你要是愿意拿出五块钱 去帮助别人 自己花九十五块钱 你看起来 当时只花了九十五块钱 对吧 手花五块钱 那么我跟你说 我觉得一个人一百块钱 和九十五块钱 没有什么区 但是你那五块钱 那你就等于 坐下了一个 钱的桌子 坐下了一个财富的桌子 那你未来会 K花结果 可能能花够多 我跟你说 任何形式的付出 都是一个没有挫财的储处 那你就等于挫得友好 多会儿多会儿取方便 我说挫着什么友好 我都起了个名字 我说挫着自然规律友好里边 你等于把五块钱 挫着自然规律友好里边 你多会儿取都没问题 我后来有个说 我说你如果把这一百块钱花了 那你只不过 只就花了一百块钱 你就多花了五块钱而已 能对你能起了什么作用 其实后来 参加完这个活动以后 我在活动上面 我看他们好多人 就是跟我的群人 全借了款 有好几个没拿钱的 跟他们借着钱 都把款借了 还有好几个 有两个不是三个 都是所有钱全借了 借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跟他们 我就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吃了一顿饭 他们在吃饭到中就分享了 哎呀说这个活动确实太好了 太感人了 说是下回这有个活动 你一定投资我们 我们一定还去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把你这车是最愧了的付出 他们没想什么 就觉得捐完这个钱很轻松 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觉得做了一件好事 很轻松很愧乐 真的这个钱其实就是这样 为啥说是那个 你传播爱心 就是你用爱心去呼唤爱心 用爱心去改造爱心 用爱心去点燃爱心 用爱心去扶持爱心 把这个爱心呢 就是就是传播到 全世界有人来的地方 那人为什么说是 人人献出一发爱 世界就变成 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确实是这样 也说是人知出性本善 每个人都是 心都是善 都是愿意去做那些好事 都是愿意去帮助 都是愿意去帮助别人 那么是说是帮助别人 真的就是扯救自己 你能让别人愧乐 就是自己的幸福 有这么两句话 说得非常好 说是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管是不管 希望自己有多么愧乐 那一定是 切绕别人愧乐 你让别人愧乐 自己就愧乐 那你让别人愧乐 自己就行 还有一句话说 我还 世界是不是会到了 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你说什么 说是那个 如果这个世界上 你希望 如果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有多么的痛 一定是希望自己愧乐 大家不行 你慢慢想想 如果你都就是希望自己愧乐 你一定是会小心痛苦 说是人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就这样 这个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说是那个 为什么说舍得舍得 说是你今天得到最多的 一定是过去付出最多的 你想要得到什么 你就付出什么 你想要得到财富 你就付出财富 你想要得到愧乐 你就让别人愧乐 你想得到 借康 你就让别人借康 你就真的得到 那么我要是在 08年的时候 在KOU的时候 不是北京KOU 我们报价 我们公司也报三个月价 我那时候 就是让那个 公司会计给走走账 走走账完了以后 我说看看这几年 在08年之前 我就是借给人 借出多少钱 就是跟这个做生意 跟投资没有关系 借这些钱和别借都是小钱的 为什么说小钱呢 我知道是帮助人吧 那个钱只能 钱是干嘛 只能救急 绝对救不了球 如果你要是帮 帮错了 可能把他害了 这钱都是小钱 这我的又想当中 这我头脑又想当中 可能是跟03年到08年 以前的就不说了 这我的想象当中 可能借出有 那个100万左右 结果会计给走完了以后 走完了以后呢 借出多少钱 借出270万 这270万块钱 全是朋友 有小学的同学 有好多好多 最多的我借出个4万块钱 不是就跑出大学 短钱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因为实际我也不能 展开再说 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其实我也明白 我说这个企业吧 我说企业只能救急 不能救球 这个企业包助人 一定是下下车 不能包多了 那你就迟到的包 你一定会包 拿企业包助人 是下下车 拿思想 拿这个 不是拿能力 去包助人 是所有车 如果拿那个 观念 拿思想包助人 才是上上车 我也在说 三五分钟就结束 因为时间关系 也不能都展开说了 那么出国学习了 传统文化以后呢 就说是那个 我们去那个 钱也自己 我特别封小了 也自己不敢花了 我们把车也卖了 给卖的车也卖了 就是多余的 不能去浪费了 我就是太浪费 也不是说自己不用 你多余的多余的都卖了 结果去年卖了车了 最后车还不够用了 到了到了过年的时候 不够用了 完了 每车了又没了一辆 没了一辆什么车 没了一辆 那个三万三的 那个比亚迪 三万三 非常好用 又少油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 我一会儿还要坐飞机 就是他赶不上 最多五六分钟就结束 那么我们那个就是 完了就借西方学校 我能给自己设定了 每年借一所西方学校 目前已经借完四所了 目前借完四所了 我记得我给我自己 调的目标是借四十座西方学校 结果这四十座还不够 真的还不够 为什么不够呢 我去在零八年的时候 零八年的时候 我去上海我们好几个同学一块就是一块坐在那就去那个吃饭 给我接风就一块吃饭吃饭就他们知道 我借西方学校说 我借四十座 反正他又给我做个 其中一个同学是做西服的 又给我把这个 把我的目标秀在西服上 反正他们好几个人挑战我干嘛 说是你不借四十座了 你借六十座西方学校 我也接不住他们好几个人挑战 后来我也说 这是让我为了做更多的好事 那么我也接受了他们的挑战 后来就绝对借六十座西方学校 那么他们也给我给我做了一艘西服 上面一面是秀的我的名字 一面秀的就是说 借借六十座西方学校 那也可能是我一艘当中 也是最大的一份承诺吧 最大一份诺言 所以我也肯定是 我也会完成我这份承诺的 我这许下这个诺言 我一定会完成的 如果我完不成 我一定会让我的孩子绝对把它完成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 尤其 所以也透过这学习 也真的想到了 也做一个优秀的公民 那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公民 其实就用你最高的智慧 最大的能力 为这个国家创造 最大的利益 和最高的荣誉 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给做的 那么只有把你的 这只有把你奋斗的目标 跟理想和祖国的繁荣富小 明著的旧部 整形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 那这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我介绍跟他们说 其实我们 我刚才也说了 你不教有任何东西 只不过暂时跟他在一起 所以生命就是一组旅程 它是一组付出 一组贡献 就是这样 你就是付出 你就是贡献 生命的价值 就是在于 这个社会 因为有了你的存在 而让其他人活得更加精彩 那么成功 不是一组目标 它是一组必然结果 它是一组必然结果 因为你把握住根本了 把握住根本 就把握住一切了 随那个 随违背了规律也不行 真的 违背了规律 你得不配位 一定会招摇 这个是 这个 这个绝对是 那么在前几年 其实我一直 也不断的出国位 好多国家都去 我这前几年 我就可以 有资格 我就到 就包括移民美国 移民加拿大 都能拿到绿卡 绿卡 这就是不花钱 不花钱 但是 这是你要到移民加拿大 移民美国 是真的有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可能是一生的追求 但是我没有做出那个选择 始终没有做那个选择 因为啥 我觉得我是 是一个野花子 说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子 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世界上 最最大的家庭 我有十几亿的兄弟姐妹 国家 祖国就是母亲 我热爱我的祖国 热爱这些兄弟姐妹 所以我一直 我知道我没做出那个选择 包括前两天给我打电话 你办不办 但是我觉得 我一直没做选择 我没办 我也绝对不会去 去 可能我去几天 我不会移民去国位 我也承认 承认那些 欧美发达国家那些 对他们的富有 他们你要承受都介绍的 好像花园般的美丽 其实越是看到这些东西 越是要 觉得越给 把自己这点 有限的交流 就是把自己的一己之力 过去给自己的母亲 过去给自己的国家 去做这些事情 不管自己的国家 他再嫖求 再落后 咱们各有这份责任 有这份意义 去扰扰收出这双手 去见识自己的足够 那么那个 其实那个 托国 托国是不断地出国 其实咱们 咱们中国 这几年真的是那个 究竟不断地飞速发展 其实中国的那个 就是咱们的中国的 这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我 我前十年出去 跟现在出去 就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尤其让我深深地明白了 一个道理 真的 热热的命由 与祖国的命由 息息相关 没有强大的祖国 人们就不能摇眉吐气 没有万做一些的努力 真的祖国也不能强大 因此说国家希望 皮肤有责 民族正行皮肤有责 所以说是那个 就是我们就是 出来去分享这个 传统文化落成 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讲的不好 但是每一次分享完 说对别人有帮助 那么有帮助 我们就不会这些尽力去住 绝对会住 这个我也就 一个我不光是我 我就是不会移民去国外 我的孩子我都跟他说 我说不可能让你们去 你们可以出去 可以学习三年两年 如果是你在那地位居 或者在那去找对象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跟他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说如果让你们出去 不回来了 我们也不可能 一天去跟你们在一起 或者去看见 我说举个简单例子 等于什么情况了 就等于你算吧 如果那孩子出国去学习 包括英国也美国 要学习下来 一个孩子最少的200万 这不说 再一个那孩子 你要是出国学习 一定是都在 要么都在20岁左右 我就有时候我问了个 我那朋友 有时候我也问他 说孩子出国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这孩子要生下来 你儿子越不越来给人 他说那肯定不愿意 那我说你咬到20岁 你越不愿意给人 他说那生下来不愿意给人 咬到20岁 那个不愿意给人 那我说那你这咬到20岁 这个他贴200万 愿不愿意给人 那你不是就瞎说 那个不不可能 我就跟他说 那你把孩子拿上200万 把他送到国外学习 学习完了 他在那地居了 不回来 你说哥这个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的 所以说那个 现在一直做这些事情 因为世界的关系 我也就说到这里吧 那么最后呢 关于这个亿万富翁 其实我也没有概念 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修了 你修了富足了 心灵财富足够大 心灵资产足够大 你心灵如果是够亿万富的话 你位置的财富一定会够亿万富 那么由此 我也编了一幅对联 和大家就关于亿万富翁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上链是这样说的 我说是 行销 属性 帮助人做贡献 下链是你的物质精神 精神全富足 身心安 横比就是亿万富翁 你把这些做到了一定没问题 如果你没做到 没有做下那个 没有做下那个桌子 你也不去挣那个果实 你真是也是麻烦 我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呀 就是那个 有很多 确实有很多的感悟 不是说一会儿能说完的 所以我也总结了五句话 就用这五句话 作为我今天 今天那个分享的结束 这是我学习传统文化 我想了好多天 感悟出了这五句话 也是一个学习传统文化 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个五句话 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学的话 可就是每个人都能受益 我是这样说的 我说第一句话是 想想过去 因为错误缺点 少是多少机会 第二句是追溯以往 因为一错这错 造成多大损失 第三句话是这样说的 说是看看今天 竞争无比激烈 怎能不认知 抓住经兆 学习传统文化 从此这不遗憾 第五句话是说是 未来家庭事业 人生目标 必将心想事成 好 谢谢大家 其实那个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夫妻俩 普普适时 隆从出身 没有什么高官的背景 也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我们有一颗 大爱的心 让我们每个人 付出一点爱 称以十三亿 那我们就会 称一个爱的海洋 让我们的祖国 繁荣富强 看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